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数的类型 那什么是参数的类型呢 我们可以用一下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有用到的那颗电池 那我们到Display一下 我们选择这一颗Text Tab 按住把它拖拉下来 在这个位置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左边的这个输入端 它这边有三栏 我们稍微停留下 比则停留下 那可以看到它这边下面写 Empty Point Parameter Empty Text Parameter 然后第三个呢 它这边有写这个是Optional的 它是做颜色的描述的 然后你看它其实这边呢 针对不同的这个参数的输入端 它上面的这个icon会是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六角形没有叉叉 这是一个点的icon 然后这个是一个文字的icon 然后跟颜色的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表示说我们一颗电池啊 它如果要正常的运作的话 我们前面这边它会有很多种需要输入的参数 那我们也得给它正确的参数类型 那这个电池才有办法正确的运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参数类型吧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然后我们到这边 parameter底下 那个最左边的这个标签 我们看一下这一区 然后这边有个黑色的 我们可以点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更多 关于参数类型的一个电池 那我们很常用的就是有点 好 再选一个 线 curve 面 surface 然后还有网格面 mesh 好 那curve的话呢 通常还会包含像是line line的话就是直线 curve可以包含直线 对吧 curve可能是曲线或者是直线 但直线呢 它只能是直线 记得哦 好 然后surface的话呢 一个surface的话 它就是单一的surface 很多从surface的话 它是polysurface 那它如果又是 包含可能像是很多个 或者是它是封闭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brap 那什么是brap呢 好 我们如果看到一颗电池啊 它的名字 你觉得很陌生的话 我们也可以对着这颗电池 然后点选之后 按右键 这边底下有一个help 好 我们点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好 那brap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这种 这个 foundry representation 它是一种模型的表述方法 像是我们这种3D建模 就是这种电脑辅助绘图的软体 它在视窗里面针对这种模型的显示 它在电脑程式判断里面的时候 它其实是需要针对这一颗要显示的模型去进行一些描述的 那描述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像是什么csg啊或者是参数表述啊 那这个brap它是其中一种模型的表述方法 那我们只要知道的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叫出了这么多颗电池 你看它现在都还是橘色的 我们现在这边都还是空的 就是它里面其实还没有包含任何的模型资讯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给它一点模型资讯 好 我们可以呢 在rino里面我们选择这个single point 我们在随便一个地方我们画一个点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点的话 它就是需要丢到点的这个参数类型这里面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容器的概念 就是我们可能会包含很多种不同种类的参数 然后它会分别对应到不同的容器 好 那我们刚刚是画点 那我们就用这个点这个参数的容器 我们按一下右键 这边有一个set one point 好我们选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一颗点 其实呢就把它丢到 从rino里面丢到gresshopper里面了 然后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在rino里面画一下 我们用这个 这个 这个来画曲线 好 然后一样我们按右键选择set one curve 好 之后我们点一下rino里面的线 你看它变成绿色了 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rino里面这个模型丢到gresshopper里面来 那line 直线的话呢 我们一样可以set one line 好我们这样画一下 你看这边就有一颗直线了 对不对 好 然后surface 我们用这个4point surface 好了 我们很简单随便画一下 画好一个面 好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显示方式 Display.shedit 好 再回来这个surface 我们按右键选择set one surface 好 你看这样就把这个面的这个种类丢进来了 那bread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画一个box 好 稍微移动一下 好 按右键选择set one birer 选 好 然后mesh 我们可以利用刚刚这个surface 我们把它转换成网格面 我们在这边呢 按这个mesh from surface 点一下 ok 好 那它现在刚刚创造的mesh 其实会跟这个surface重叠在一起 我们点一下 然后我们选择要mesh 把它移动出来 好 这个其实就是mesh 好 然后我们一样的按右键选择set one mesh 点一下 好 你看 现在这几颗电池都变成了浅灰色了 这些它 点一下 你其实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它就变成绿色了 就表示说我们当前呢 我们选到的是哪一个 这样 然后还有很常见的参数是什么 像是向量 还有平面 plan 这两个也是蛮常见的参数类型 向量的话呢 因为它是数学的表示嘛 所以我们可能 会没有办法直接的在模型上面看到 但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进行设定 我们来按右键 然后选择set one vector 可以随便选一个方向 好 那这样的话 停一下 你看它其实这边就变成了这个 1180 有没有 它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刚刚选的这个向量的资讯了 那平面的话 我们一样这边可以按右键选择set one plane 好 它这边就可以自己画一个平面 好 这样就是 这样子 有点斜的 好 那这样其实这些模型资讯呢 都被丢到这颗电池里面来了 那以上呢 我们刚刚用了这些point cub line surface 甚至是vector 或者是plane 它呢 其实 都是 geometry 类型的参数 geometry 就是几何嘛 它这些 都是被包含在geometry 这个很大的项目之下的 这些可能都是它的子项目 好 那我们可以试着呢 把这个point 跟geometry连接起来 它是可以顺利的送到这个geometry的输入端的 所以这其实也表示说呢 point它其实是涵盖在geometry底下的 那我们也可以把curve送进来看看 好 那这边教一下大家如果需要多重的输入 就是我想要在这个输入端前面 同时送 point 还有curve 甚至是surface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 shift 键 好你看哦 原本是这样子嘛 按住shift 键之后呢 它这边多了一个加的符号 我们把它送过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同时连两个线 好 一样shipper送进来 送进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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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样子同时全部都送进来的话呢 我只要点一下这个geometry 你看我就同时把这几个都选取起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针对这几个电池呢 我们来做一个群组 就是这一类的话 全部都是geometry类的 我们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我们按住滑鼠的中键 就是那个滚轮那个键 好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group 这样我们就把它形成一个群组了 我们就可以移动这个group 这样它就会同时移动这些电池 那在gresshopper里面 它针对group的显示方式啊 在group的地方按一下邮件 我们现在是这个方形的显示方式 还可以把它改成像是这种球球的 或者是有点倒圆角的 这是一个美观啊 好 大概是这样 这边的话就是针对geometry的参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这边还有一栏吗 你看 这边还有这种布林 布林 然后整数 integer 小数 number 我们按一下右键平移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text 文字 那布林呢就是true false 就是我们在做那种程式判断的 如果是true的话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是false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 好 那我们这边可以给它true false的输入值 我们选择这个panel 点下 好 然后我们点两下 我们可以在这边打true true 记得不要拼错哦 稍微缩小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送进来 这里 好 你看到后面这边就是显示true 对吧 好 然后integer 我们可以给它整数 我们一样呢用这个panel 然后我们可能整数的话 我们可能给它一个6好了 好 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送进来 停留一下 你看后面这边下面就显示一个6 对吧 好 一样我们再给一个panel 这边是小数点 给个0.05好了 好 这就是小数点类型的 可以看到 好 然后text的话就是文字 文字的话呢可能会有很多种 你可能要打英文啊 中文啊 还是什么 其他文其实都可以 我这边就随便打一些字 好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进来 那以上呢 这几种参数的类型啊 它都是包含在data底下的 data的话它是更有 具有更 广义的针对这些参数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一样呢也都可以把它全部送进来 然后呢 再给它 双选起来 然后按住 滑鼠中键 我们选择一个group 这样 好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几种 常见的一个参数类型 好 等一下哦 还没讲完 那我们现在是很重要的是要存档 对吧 我们存档的话 哎我们刚刚在rhyno里面啊 有画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造理来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存一个rhyno 也就是点3dm的这种档案 然后呢 我们也要存gracehopper 就是我们这种电池的档案 我们来存一下档 好 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 或者是在file这边选的这个save document 我们存在桌面 好 先随便打一个第二档 好 存档 那我们rhyno的话呢 也得另外存一个档 save 一样存在桌面 一样打002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如果下次还想要成功的 打开现在这一个gracehopper的档案呢 你就得要先打开这个 可能我刚刚是编号002的这个rhyno的档案 然后呢 再打开这个gracehopper的描述档 这样子才能成功的打开 那我会说成功的打开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成功的打开 会怎么样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rhyno跟gracehopper直接关掉 好 然后我打开rhyno 我现在rhyno 我假设开了一个新的rhyno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直接打开gracehopper 好先关掉 然后我选刚刚存的这个002 你看 他有些是怎么都不见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这边有花一些东西嘛 他都不见了 他都变成空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得要记得要把 刚刚存的这个rhyno的档案呢 也要把它打开 好 你看他现在就有读到了 但如果每次都要打开rhyno的档案 然后又要打开这个gracehopper的档案 其实还蛮麻烦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内置化 或者是内部化 就是把它 把这个rhyno里面这个资讯 我们把它存到gracehopper的这个电池里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下次再打开这个gracehopper的档案的时候 就不用另外再开启这个rhyno的档案了 那要怎么做呢 好我们点一下point 它其实都包含这个point在这里 这个位置的这个模型资讯 那我们可以在point这边按一下右键 我们这边选择这个internalized data 点一下 它其实就把这个点的资讯存到这个point里面了 好 那一样curve 我们选择internalized data surface mesh 还有这个brand 好我先大概存几个就好 然后再按一下存档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再关闭 然后我再打开一次 好我打开gracehopper 然后我开一下刚刚那个已经有internalized data的这个电池 你看 这边呢 就有把我们刚刚画的这些东西就存到这里面了 好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存东西的小方法 大家可以学起来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们了解了很多不同的参数类型 然后包含point啊 cub surface等等 然后也知道说怎么样子按 从右键然后help去看 关于更多这颗电池的介绍 或者是学习说这个电池 要连接什么样种类的参数 才有办法正常运作 然后也学到说怎么样子从rino里面 set one point或者是cub 然后把它丢回gracehopper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子去做群组 然后还有连接很多条线的方法 然后重要的是存档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内部化 internalized data的方法 把rino里面的资讯存到电池里面 好那就是今天的介绍